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张久南 王久龙 掌声有请 谢谢啊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掌声 以及谢谢我的师哥师弟们对我的关心 谢谢啊 这几个倒霉孩子 怎么说话呢这是 刚才是我德云六队的队长张可伦 还有这个师哥烧饼 说了一段他从老家一个农村孩子 进入德云社这么一段美丽的旅程 非常的精彩 罗若哥跟我说过 这也是他内心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段旅行 刻苦铭心 下去休息休息先擦一擦眼泪 因为这段过程对他来说 是这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 这是第二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 到咱们了 来到宁波呢 我自知很多观众都不熟悉我们 我不认识 也都不认识我们 尤其放眼一看很多呢都是男性观众 男的居多 岁数来说应该都在四五十左右网上 别细聊了 你看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 就可能不熟悉不了解 大爷您好 我叫这大爷呢 占便宜来了 大爷您好 怎么还有大妈呢 怎么还有啊 您好啊 这是旁边跟少爷一起来的吗 这是旁边是您家 您家孩子 我弟弟 您弟弟啊 大哥你是不是骗我呢 还竟是喜欢狗子的 你好 你看这就是小剧场拼搏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告诉孩子们要多在小剧场演 我非常喜欢宁波的方言 方言 说出来好听 来的时候特别学习了很多宁波当地的语言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到底真的假的 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了 有没有准谱啊 有准谱啊 这么着啊 当着各位我考考您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您这会聊天吧您这个 随便考 太难了我也不会问 但是我先说一句啊 因为咱们我先问一下啊 咱们这儿是相声对不对 相声 可能呢我的话呢学的是宁波话 但是宁波话跟相声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行行行 所以各位呢将就着听 好 问吧 演 演 标准吗 对吗 哦 这下了司工了啊 今儿问 精 精 哦 眼睛 唱年 对吗各位 对 掌声鼓励 好好好 唱年 好别着急 还有呢 随便问 笨 笨 蛋 笨蛋 哪 当 真的很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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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当子 收 我非常喜欢宁波这个城市 好啊 真的 我最爱的城市就是宁波 喜欢宁波 哎呀我太爱宁波了 你上次在包头不也这么说的吗 你怎么得哪喜欢哪 非常喜欢宁波 喜欢宁波 谢谢啊 介绍完我了 咱们介绍一下旁边这位 哦 再说说我 哎 这是我的好搭档 对 介绍完毕 呃 拿我们哥来来收呢 今年呢 我是二十八岁 啊 等等等等 你也得说我的名字 介绍完你啊 没找人给我没关系啊 你来啊 他叫王九龙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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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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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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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岁数还跟着比心呢是吗 那么大岁数还 那哎 那大哥还比心呢 怎么说话 怎么说人观众呢 还入活不入活了 对啊 好家伙 这已经够时间了 我就是为了介绍名字呀 我都快待不住了 因为希望观众朋友们记住我 记住了 老话说人过流名 厌果流生 您知道 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 就像是一个段最美的旅程 旅程啊 所以我想在这段旅程当中 留下自己的印记 哦 我特别喜欢旅行 嗯 哎 你喜欢旅行吗 我也喜欢呢 跟我没关系 嗯 对我来说 记忆最深刻的旅行 是在三年前 三年以前 我跟我爸 一块去的重庆 哦 哎 到了重庆 哎 重庆非常美啊 重庆好 山城吗 山城 对 山城 怎么说的来着 对老话说 嗯 重庆山水甲天下 对了 我到了重庆之后啊 你先等会 这 这哪的老话啊 老话 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林山水甲天下 对 我到了桂林之后啊 你有病吧你 你到辽去的哪啊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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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吃米粉的地儿吗 那不还是桂林吗 哪档 重庆 重庆 我呢跟我爸一块坐火车去重庆 哦 为了浏览那个沿途美好的风光 好 到下了火车之后啊 出事了 怎么呢 我这个行李 落火车上了 太好了 哎 不是 怎么那么惨呢 我的包啊 证件 手机 反正什么东西都在火车上 还有证件 连我爸都落火车上了 啊 我爸睡着了 我没叫他呀 心也太大了 自己下去了 嗯 但我下去我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我这人呢 踏实 既来之则安之 哦 我选择我就先玩一玩 但是 还玩呢 洪庆这个城市它非常大 哦 你要走着呀 太累 那多新鲜呀 你租个车呢 太贵 没钱呀 怎么办 嗯 我就弄了一辆摩托车 对了 你先等 我 什么叫弄了一辆摩托车呀 这个字不好解释吗 不是 不明白呀 弄吧 就是那摩托车在那摆着 啊 你过去给它弄开 弄了一辆摩托车 哦 偷啊 我告诉你啊 偷啊 话可以饭吃 看 这也真错了 这也真错了 啊 再给我一机会 吃可以画饭 不是 饭可以乱饭 哦 你要说什么呀 就是画不能胡说 哦 什么叫偷 我问问你 你问偷不就是主 什么叫偷的意思 主人不在呀 对了 对了 主人不在 叫偷 对啊 我弄的时候主人在呢 哦 抢啊 不是 生抢啊 戒戒刷 你太浑了你 戒刷脸刷脸贵 哦 谁认识你啊 你好 您看我那个可能不认识我 您可以上网搜一下 我师傅是郭德纲 你别提师傅 哎 我是德云社的演员 快行了 你能把车借我骑两天吗 然后呢 等我回到德云社之后呢 等我找到我的父亲之后呢 我就把钱还给您 先找爸爸吧 上网一查 上网一查 确实是我 把车就借走了呗 有您 我就骑走了 哦 我借的这辆还不是普通摩托车 什么摩托车 哈雷 哎呦 那个更贵了 你知道哈雷的特点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把高 高把摩托车 就是他这么坐着骑 对 高把摩托车 我借这个 不是普通哈雷 那您借这是 大哈雷 什么样啊 大哈雷 您形容一下 那个把在这 您这玩当杠的是吧 您这 有这么揉着出去的吗 我说那怎么这么高啊 就是大高把那个车的主人个儿高啊 比你还高呢 比我还高 哎呀那大高把 这好看吗这个 好啊 就是拐弯的时候费点劲 哎呀 拐 较劲吧 但是没有叶臭啊 您能明白吗 我已经闻着了 好一开起来像两颗海草海草啊 哎呀 太恶心了 非常棒啊 嗯 开到一个工厂门口 一个保安给我拦住了 保安 停 下车 要我的证件呀 各种证件 啊 我说没有啊 都丢了 我证件都落火车上了呀 是啊 那我想我怎么跟人解释啊 怎么说呀 我想我学习重庆当地人说话 这为什么呀 模仿重庆方言 嗯 跟他套套词 他一看 哦本地的 行了 放过去吧 就不查了 您这不侥幸心理吗 我的语言能力很强啊 哦 看出来了 我跟他学呀 哦 他要我证件 我跟他说 怎么说 哥子给个名字 哦 还真像 我是本地的 我那个本本忘带了 我家都在那点的 就那 我那本忘带了 我们家住住这边 哦 那哥们盯了我两分钟啊 哼 怎么了 你模仿哦 呦 你不是本地人 他怎么知道呢 那意思 你别骗我 我不是本地的 这时候啊 你不能就 哦 对不起 我确实不是本地的 就不能怂了 你得咬住了牙 哦 故作阵地啊 对 你就得跟他说 哦 你让个小多不是本地人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本地的 你怎么知道呢 他跟我说了一句 嗯 哼 你等我拦一个本地的 给你看看哈 错 等着吧 啊 拦一个本地的看看 不到十分钟 这个门口又开过这辆摩托车 又来一辆 一小伙子骑了一个趴赛 趴赛 趴赛的特点知道是什么吗 就低啊 赛车 就这么趴的骑那种 这哥们骑的不是普通趴赛 那是 大趴赛 什么样啊 这么骑 那个保安是这么拦着他 跳 好脚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哥们连头都没带 搜就开过去了 空中远远飘过来一句 你个喊喊过来抓娃子 哎呀 保安盯着我看了有半分钟 说了一句话给我乐疯了 看得没得 这个才是重庆音 对 你知道吗 对 对 不如用普通话说 看见没有 那个才是重庆的 对 你不如说上北京 哈哈 哈哈 哈哈